我是来自中国的欧志杭 勇气只是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实际上它的背后是一种使命感 是一种信仰 实际上我每天起床以后 我第一时间会关注 今天发生了什么 那么这个发生的东西 跟我已经正在创作的这个系列 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是我继续 我这个创作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就按照我们在中国国内 现有的这样的一些媒体 或者互联网的渠道 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都想要 在我看来我是 我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 所以你很难用现在的这个艺术学院的这个体系去界定我的作品 我父母的老照片不仅让我爱上了摄影 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就是我在思考 现实和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说的东西之间的这种矛盾 我会建议他们不要太受别人的影响 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进行创作 非常喜欢 我每次来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吃 而且吃很多 我的作品没有修改 都是实拍的 从来不做那个PS 所以我现场拍的什么 我就是什么 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作品是特别 值得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关注的 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 就这个作品 对 这个在文革墓园 你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太难了 因为这个作品 背后的延伸很多 如果我用三个词 去形容的话 可能会限制了大家的思考 所以就 我还是留给大家吧 就是我尽量的不说 然后让大家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想象 而我还是要贵的不说 然后别听就说 我以内容 在文革《的诈 critic》 我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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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因为 我底下 放松 也不如《的温柔英語》 我觉得它没配吗 我以内容